造飛機 造飛機來到清查地 小光 你在唱什麼歌啊 欸 世界兒童名曲造飛機你竟然不知道 4月就要過去了 造神也差不多要下線了 我要來幫他唱一首主題曲歡送一下 欸 可是造字的本意不是造飛機耶 你的廢話那時候又沒有飛機 啊對齁 那你還記得造一開始是指造什麼嗎 欸 造 嗯 哎呀 造船啦 欸 你還記得起來不錯嘛 既然是造船 那今天就來說船字吧 哎呦 哎呦 很會凹喔 船的經文寫作這樣 但因為有出現這個字的精銅器 大多已經磨損 看不出前後文 所以也無法確定這個字確切是指什麼 不過說文解字說船是周也 至少可以知道船字在東漢的時候 已經是現在的意思了 哎呦 經文裡都有舟了 一定從一開始就是舟的意思啦 欸 沒有確切的證據 學者可是不能亂講話的耶 這個叫做嚴謹 船的左邊是舟 是行符 右邊是眼 是身符 是一個行身字 嗯 真看不出來 因為身運到現在已經不一樣了 比較難辨認一點 除了在水上開的船以外 現在也會把一些形狀 或是公用類似船的東西稱作船 像是在人到外太空的機器 就稱作太空船 欸 這樣講的話 飛機也可以叫做天空船囉 宅人在天上飛 嗯 好像也可以吧 只是會沒有人聽得懂 你在說什麼而已啦 好啦 時間差不多 我們今天就說到這 下次再見囉 大家掰掰